六到十一歲的兒童施打半劑莫德納 最快五月二日開打 而至於有不少的家長期待輝瑞BNT疫苗 何時會進來 指揮官陳時中證實 本週渴望簽約 但是裡面有多少兒童專用劑型 要等簽約的時候才能確定 六到十一歲學童 從接種半劑莫德納最快五月二日開始施打 二十七號傍晚第五批採購一百三十七點一六萬劑莫德納運抵臺灣 相關作業完成就能派上用場 根據臺北市九十五所小學家長的初步調查 百分之四十八點五的家長有意願讓孩子接種 教育局強調學校轉交同意書給家長 還有七天思考期 但有家長說還是不會讓孩子打莫德納 這個疫苗大人施打之後副作用都很大 那何況是六到十二歲的小孩 也有認為美國的小孩呢 在這個年紀都是施打輝瑞疫苗的 擔心莫德納的副作用 美國兒童也不是打莫德納 部分家長比較期待輝瑞BNT 立委林一華問衛福部次長薛瑞元 輝瑞BNT何時進來 我有聽到說你們有一百五十萬劑 已經確定採購到了對不對 這四方的合約是談起來是比較複雜的 但是在應該這個禮拜會簽約啦 這個禮拜可以簽約 很好 指揮官陳時中下午也證實疫苗小組突破層層困難 輝瑞BNT本週可完成四方合約簽訂 輝瑞BNT有多少兒童專用劑型數量還無法確定 不過立委強調多一個選擇 且輝瑞BNT五到十一歲可施打 很多家長在關心 此外兒童接種疫苗恐有更多突發狀況 目前校園仍維持減少不必要人員出入 家長不能入校陪同 立委建議增加醫護人員因應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